突襲見場 埋頭苦讀 衝刺會考 郭三生卻在考前兩週染疫 心情受衝擊 那時候會擔心這個疫情 因為怕沒辦法考試 現在就一直在準備這個考試 小量確診之後 那時候是很不能接受 防不勝防 後來我們坦然接受之後 孩子也跟著我們 有正向的態度去面對 一家四人確診 所幸都是輕症 老爸長廚幫家人對抗病毒 用這個做涼拌菜 考量到大家食慾好與不好 還有營養度 所以我們用簡單的飲食方式 涼爽的涼拌菜 還有蔬菜料理 美食不只補身 更療癒心靈 考前關鍵時刻遭遇變數 毛小孩也來安撫起伏的心 只能跟狗玩才比較不無聊 你會不會擔心 他們也被你們傳染 應該已經被我們傳染 有辦法錄製 終於七天借滿 換來一條線快篩音 能順利應考 這一天還是考生的生日 歡喜加倍 祝你生日快樂 祝你生日快樂 相較於考生閉關苦讀 小學生的染疫生活無憂無慮 被隔離的時候 被隔離的時候怎麼樣 很無慮 那怎麼度過 玩遊戲度過 玩耍線上上課 就讀小二的陳陳 染疫生活變化不大 但她的姐姐卻在染疫第七天 突然劇烈腹痛多日 五度進出門診急診 醫護為她忙碌讓她很不捨 急診室應該塞滿人 嗯 有 我沒有辦法想想他們的辛苦 到底有多累 嗯 為什麼 因為他們一直進進出出的 然後隔離病房都沒有床位 疾病威脅 索性有醫護照料 恢復健康後她畫出了感謝 有兩個醫護到過 然後所以我就吐起來了 就是謝謝他們 這裡才會有這樣子的愛心 希望這波疫情可以趕快結束 讓她會好好休息 小病患終於能恢復笑容 也期盼疫情消滅 辛苦的醫護人員不再忙碌